魔道祖师 第五章 杨阳 三 魏无羡道 那里有吃人的妖魔触摸 类似的传说 他听过至少有上千次 亲手除过的也有上百次了 不免索然无味 那郎中道 不错 据说那林子里头有一座吃人宝 里边住着会吃人的妖怪 凡是误闯者都会被他们啃得连骨头渣子都不剩 找不到尸体 无一例外 可怕吧 难怪精灵会出现在此 他上次没有抓下大范山的石魂天女 这次肯定是冲着行路岭上的怪物来的 魏无羡道 好可怕 不过既然骨头渣子都不剩 也找不到尸体 那请问如何得知他们是被吃了的呢 郎中哑然 片刻道 当然是有人看到的啦 哦 可是你方才不是说 误闯入者都会被啃得连骨头渣子都不剩 无一例外吗 那这传闻是谁传出来的 如此厉害啊 看到了这样的场面都还能活着回来 哎呀 反正传闻就是这么传的 我怎么知道 那你知不知道 行路岭上一共被吃了几个人 什么时候被吃的 年岁 男女 杏盛名水 家住何方呢 不知道 清河白小生 啊 郎中怒而悲哐 传闻本来就没传这些嘛 别别别别别别走嘛 我再问一句 那行路岭还是在清河境内吧 这清河不是聂家的地界吗 若真有吃人的怪物在行路岭出没 他们就坐视不理吗 没想到这回郎中却再也没回答不知道 而是露出一点轻蔑的神色 聂家 若是当年的聂家 当然不会坐视不理 这种传闻绝对拖不过第三天 必然就雷厉风行的 把那要挟出没的地方给抄了 可如今的聂家家主 不就是那位一问三不知吗 魏无羡心知他说的是谁 清河聂氏 原先的家主赤丰尊聂明诀 魏即若冠便执掌聂家 作风刚直强硬 他与泽吾君蓝锡臣 敛方尊金光瑶乃结义兄弟 摄日之争之后 聂家在他的坐镇之下 曾有一段时间风光威势 直逼蓝陵金氏 而自从他修炼走火入魔 当众暴雪身亡 由他的弟弟聂怀桑 接掌家主之位 清河聂氏 便自此一日千里 江河日下 魏无羡问 怎的管他叫 一问三不知 你不知道这典故啊 这位聂家家主 人家问他什么事 不知道的不会说 知道的不敢说 问得急了逼得狠了 他就连连摇头哭着说 哎呀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求人家放过他 这不就是 一问三不知吗 当年魏无羡 与聂怀桑同窗 深知其人 聂怀桑 为人心肠不坏 也挺聪明 但他无心向学 聪明都用在了别处 华扇捉鸟 逃学摸鱼 鱼修炼一道 确实天资极差 硬生生的 比其他家族的 同辈子弟 晚了八九年 才勉强结单 聂明爵生前 时常恨铁不成钢 对他管教甚严 然而他依旧是 烂泥扶不上墙 如今没了大哥 掌风挡雨 督促体点 人人提起聂怀桑来 虽然不言明 脸上却都写满了四字评语 浓包 废物 魏无羡打听完了行路里 还是照顾郎中生意 买了两盒烟纸 踹在怀里走到兰望鸡身边 后者依旧没有找他要回钱袋的意思 一句不谈 一起朝向那郎中所指的方向走去 行路岭上好大的一片山树林 林道开阔 利阴萨萨 两人穿行了好一阵 没有遇上任何异样 好在他们听了那江湖郎中的话 原本也就没抱什么期望 若是一个地方的骇人传闻 确有其事 那么总能说出点所以然来 大范山拾魂天女作祟 受害者家住何方 姓甚名谁 一打听便清清楚楚 连阿烟未婚夫的小名都瞒不住 而如果对受害人的人名细节都支支吾吾 那么多半就是捕风捉影 送人听闻 走这一趟 不过是以防万一罢了 小半个时辰后 终于千辛万苦的 才让他们遇上了一点波折 对面摇摇晃晃 走来七八个人影 翻着白眼 衣衫蓝绿 似乎风吹就倒 其慢无比 原来是一群低阶的 不能再低阶的走失 这种走失 不但在同类里只有被欺压的份 遇上个稍微壮点的活人 一个能踹翻他们一排 碰到个跑得快点的质子 瞬间能甩出一条街去 即便是倒霉的不能再倒霉 给他们抓住了吸两口洋气 也吸不死人 除了模样难看点 气味难闻点 根本就构不成威胁 因此夜猎时 遇到他们 多半没有人斩尽杀绝 而是直接无视 这就和打猎只打豹子老虎 不会去打老鼠 是一个道理 魏无羡见他们走过来 就知道要糟 低调地退到了蓝望鸡身后 果然 这群走师歪歪扭扭地 走到离他们五六丈之处 一瞧魏无羡 吓得立刻转身原路退走 这腿脚 比他们围过来时 竟利索了不止两三倍 魏无羡揉了揉太阳穴 转身道 哇 韩光君 你好厉害呀 他们一看到你 吓得转身就跑 嘿嘿嘿 蓝望鸡 竟无言以对 魏无羡嘻嘻哈哈地推着他 哎 走了走了 下领子吧 我看这里啊 是没什么怪物了 这地方的人也真能传 几句窝囊的走尸 都能传成吃人不吐骨头的怪物 什么吃人宝 一定也是编排出来的 白走一趟咯 蓝望鸡被他推了好几下 这才迈开步子 魏无羡还没跟上 忽然 山树林的远处 传来一阵疯狂的犬吠之声 魏无羡悚然色变 瞬间闪到蓝望鸡的身后 抱着他的腰 蹲下缩成一团 尚在远处 你躲什么 先躲起来再说 他在哪 在哪里啊 蓝望鸡侧耳倾听了片刻道 是精灵的那只黑宗灵犬 魏无羡一听 站了起来 又被犬吠逼得蹲了下去 蓝望鸡道 蓝犬狂吠 一定是遇上了什么 魏无羡叫苦不迭 又站了起来 那那那去看看吧 去看看 蓝望鸡一步步挪 魏无羡道 韩光君 你动啊 动一下呀 蓝站不动 他也不敢动 蓝望鸡沉默了片刻才道 你先放开 两个人拉拉扯扯 磕磕绊绊 循着犬吠声一路前去 却在山树林里绕了两圈 那只黑宗灵犬的叫声 也忽远忽近 魏无羡听了好一阵子的狗叫 勉强适应了些 好歹说话不结巴了 这里有迷阵 这迷阵分明是人为所设 方才还说 行鹿岭的传闻 都是捕风捉影 这下却有些意思了 阵法并不难破解 蓝望鸡发掘其中机关之后 立刻便走了出来 此时那只黑宗灵犬 已咆哮了半珠香 仍是中气十足 寻生前去 不多时 山树林中 一座森森石堡的轮廓 浮现了出来 这建筑 以灰白色的石堆砌而成 表面爬满了青藤与落叶 每一座都修成了 怪异的半圆状 仿佛树枝大碗扣在了地面上 行鹿岭里 竟然真的有一座石堡 看来传闻也不算是空穴来风 但这究竟是不是吃人宝 里边有什么东西 那就难说了 精灵那只黑宗灵犬 便在这石堡群的外围 绕着它奔跑 时而低声呼呼 时而大声狂叫 见兰望鸡走近 虽然露出胆怯的退了退 却没有落荒而逃 而是冲它们叫得更大声 又望望石堡 前爪在地上刨坑 刨得泥土飞起 焦躁难安 魏无羡藏在蓝望鸡背后 痛苦地道 他 他 他 怎么还不走 他的主人呢 主人怎么不见了 从听到犬吠声开始直到现在 没有听到精灵的任何声音 也没有见到他的人影 如果他遇险了 却没有听到呼救声 这条黑宗灵犬 一定是带他过来的 迷阵也一定是灵犬破的 而一个活人仿佛就这样消失了 蓝望鸡道 进去看看 怎么进 门都没有 真是门都没有 灰白色的石块 密封得严严实实 未留门窗 那只黑宗灵犬 嗷嗷地跳起来 似乎想咬蓝望鸡的衣角 靠近了 却又不敢上前 绕着它 去咬了魏无羡的衣摆 把它往外拖 魏无羡的魂魄都要出窍了 来来来来来 蓝阵 蓝阵 黑宗灵犬拖着魏无羡 魏无羡扖着蓝阵 一只狗把两个人拖着绕了小半圈 绕到了石堡之后 这里竟有一个将近一个人高的洞口 形状不整 地上全都是大大小小的碎石 明显是刚刚被人以暴力法器批葬而开的 洞口内黑乎乎地看不清楚 似乎隐隐地闪着红光 黑宗灵犬松开嘴 冲里面一串狂叫 又冲着两个人疯狂地摇尾巴 不必多说 一定是精灵强力破开了这座石堡 进去之后却生出了不测 碧尘自动出窍半分 剑刃发出冰冷的蓝色光韵 照亮了漆黑的前路 蓝忘机一弯腰率先进入其中 魏无羡被那只狗逼得要风 就跟着冲了进去 险些和他撞成了一团 蓝忘机扶住他的手 不知是责备还是无可奈何 摇了摇头 黑宗灵犬模样分明地很想跟进来 也努力往里冲 可似乎被某种力量阻挡在外 无论如何也冲不破这道屏障 只得在洞口坐了下来 摇尾巴摇得越加疯狂 魏无羡欢喜得几乎要给他下跪了 抽回了手往里走了几步 冷蓝色的剑光被黑须须的四周 衬成了冷白色 行路岭上树高铃身很是阴凉 而这座石堡内部却比他更加森凉 魏无羡清衣简装上阵 袖口和背心嗖嗖地透着阴风 方才被黑宗灵犬吓出的一身冷汗都干了 洞口的光早已如烛火熄灭一般消失 越往里走越是宽阔越是黑暗 石堡顶成圆形 魏无羡踢了踢脚边的碎石 能听到轻微的回音 他终于忍不住停了下来 右手按在太阳穴上微醋眉头 蓝忘机回头问 如何 好吵 石堡之内死寂无声 静得仿佛是一座坟墓 他本来也就像极了一座坟墓 可在魏无羡的耳中 此刻的他们却已置身一片嘈杂之中